反对势力 这样美国动物就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根本条件 它就不会动物 你刚刚讲的是没有前提条件来制造 但我现在给你个条件 如果假设伊朗就真的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这个动作出来了呢 我觉得伊朗不会首先就是采取措施封锁这个海峡 因为是它等于引火烧身 我觉得伊朗很明智的就是一个 它是国内的人民很团结 美国这样的 它为什么要采取制裁措施 就是要制造它国内的经济困难之后的矛盾 然后产生反对派 足够支持它举行战争的这个反对派 它才会打这场战争 它不会把自己陷入一个战争的泥潭之中 伊朗之所以要就是说 补存在这个条件的话 美国就不敢动这手 好谢谢来请讲 伊朗的朋友来 热烈掌声欢迎他 就是美国它只是如果能找到一个借口 它就是你看就是伊拉克的 伊拉克它那个说法就是一个借口 因为它想打伊拉克 它想拥有它的石油 然后我觉得伊朗的问题 没有这么快会解决的 因为如果因为就是如果没有伊朗 就是如果伊朗跟美国好的话 就是美国打伊朗的话 然后就没有在中东地区没有别的事了 他们都说 他永远应该有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敌人 就是应该这么说 假想敌人 但是也有人讲说波士人特别的团结 那如果说真的是战争爆发的话 你第一时间就飞回去吗 他抢麦克风了 我会飞回去 他就是为了这句话 原来今天什么都不说 就怎么讲这句话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发生了 我在想从军事上再补充两点 对军事上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伊朗到这边来补充吧 这边还有地图的掌声欢迎下 来李坚 可能要到这局一些地图来 在这边 你看看 因为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实际上 就为什么他这个军事上地理上 他这个不适合打呢 就是他一个面积是160多万平方公里 当年的伊拉克呢只有40多万 要大于4到5倍 而且他的人口也多了好几倍 8000多万嘛 关键是他这个正规军 8000多万是吧 关键是他正规军 比伊拉克要强很多 还有就是呢 由于有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左右两边的这两场战争呢 给伊朗实际上带来了很多教训 吸取了很多经验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所以对付强敌呢 他可能经验比较丰富 好 谢谢你的补充 谢谢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 不过我们再来看看 从这个武器方面来讲 你看双方为什么讲说磨刀祸祸像伊朗啊 最近在美国也不断的释放这样的讯息 包括国防部讲强硬的态度 还包括现在 你看你躲到你地下61公尺 对不对 61公尺 我现在来一个巨型的钻地弹 这个部分 它是地形的钻地弹来讲 它是有达到多大效果吗 刚才实际上说过 就是这个巨型钻地弹 实际上大约是这个6米多 以后弹径是0.8米 13吨多 但是它里头弹药呢 有两吨4 就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两吨4呢 就是我们这个卡车 两三吨的卡车那么多的弹药 装在这个巨型弹里 能够砸到那个 比如一个地点的话呢 它能够钻到61米 但是现在伊朗的一些设施 不一定就是核武器设施 就核设施都在 实际上大部分 相当在100多米的这个山东 更深的 所以你这个钻地弹 目前的钻地弹呢 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解决不了 来 看到这个武器 这伊朗朋友也不怕 不怕 李洁 无论如何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现在美国的确也是在 不断的逼近在波斯湾 你想这些的这些动作 包括林凯航航母也经过 这个赫尔木森海峡 驻入海湾 现在围绕在整个海湾部分 就有三艘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在那边蓄势待发 这个架势摆在那里 难道只是一个bluffing 只是一个威慑而已吗 这个三艘航母呢 就是实际上就比这个 对付这个威慑 稍微升级一点 就是能打一场小规模的 局部战争 就是三艘航母上 意味着什么 主要的作战兵力就是100多架 这个FA-18的战斗机 这个100多架战斗机呢 当然远远强 因为都是三代机了 它远远强于伊朗的 现在的这个海空军比例 就是打伊朗 现在目前刚才解决这个问题 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但是刚才海灵说了 实际上你这个打完之后 伊朗如果反手的话 对付他的一些盟友 或者是周边的一些 他不友好的国家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美国收拾不了这种残局 尤其是加上这个经济上 石油这些价格升高 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个好事 所以不可能轻易打这场仗 哈森来补充哈森 我同意就是李老师了 反正华大学也是已经提出了 我认为去美国 现在也是不想打伊朗 就是都是那个宣传 宣传战心理战 全部是宣传 全部是宣传 腿病宣传 所以重点就在白宫身上了 斯勒鲁简单回应 在一方面可能是宣传了 在另一方面可能也有 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动作 也好多的涌土 也是为了安慰那个以色列 就是说明了 他们还是在这个周围内 然后 你看你要补充说明 你看哈森现在拼命鼓掌 哈森 这个哈森 今天我们本来讲说 我们要找个以色列来 哈森说只有以色列来 我就不出现了 你看彼此之间的 希望下回 还是能以色列人 跟你在这个平台上和平沟通 可以吗 可以吗 还是不可以 除此之外 也许在背后肯定的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无力 否则的话 你就无法就是说服对方 你就威慑的能力 你威慑的能力就是来自这些航空母舰 但是不一定是说明了他们真正的想打 对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经过刚刚六位专家的分析一次 我们感觉好像双方进行一场心理战 文宣战 威慑战 但是它不可能是一场军事战争 现在问题来了 但是一场经济战争可能会出现 石油战这个部分来讲 把中国不是置身于局外 而在于中国怎么决定 这场战可能为难的是中国 顺序片给回到现场 我们请出最后一位嘉宾待会见 谢谢 石油战一旦爆发 中国肯定是个输家 中国就是采取魔忠措施 就是总是失败了 迫使中国在战边这个悬边战队 中国知道石油是它的经济发展的就是东西 一虎一息谈争论更加精彩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浴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你看见历史 我们看见未来 看见时代使命 而初创基岩 看见全球趋势 而走向世界 看见行业先机 而执着创新 看见国家梦想 而共襄胜举 百年中行 全球服务 中国银行 南航A380 飞翔从此大不同 换一个角度看风景 穿梭光影 发现惊喜 换一个方向走天下 自由行指 留连美丽印记 换一个心态 实践旅行的意义 最丰盛灵感和动力 正在路上 凤眼地中华 星期三 凤凰卫视中央台 香港马拉松赛 发生跑手猝死悲剧 运动猝死该怎么预防 计划生育成为中国国策 到今年已经有30年 带来独生子女 等一系列社会现象 澳大利亚军方 再报性丑闻 性问题如何影响 军队战斗力 健康全时空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最后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 在我左手边来自俄罗斯 他派驻在北京分社的社长 叶飞莫夫 欢迎叶飞莫夫先生来到现场了 刚刚我们分析到很多的军事的部分 也包括在整个情况 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 大家很重视为什么的 因为这次伊核问题当中 有人说在伊朗的这边的话 主要看的就是两个角色 一个在过去当中军事支持他的俄罗斯 一个就在经济方面支持 俄罗斯的就是来自中国 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的角度 大家关注的最近的点是石油战 它是一级经济战 而路透社的分析说 西方禁运伊朗的石油 中俄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说在这场这个经济战当中 觉得中国跟俄罗斯才会最大的赢家 从战略力考量来讲 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毕竟如果是在这个地区 有一些动荡的话 石油价钱肯定有动荡 在这个市场最关键的是稳定 而且专家要有能力预测 这个价钱的走向 叶飞刚讲这个话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要特别继续请教一下海灵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这个石油战本身 其实中国跟俄罗斯对伊朗的 这直接利益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对事实上来讲 有人这样的分析说 其实美国希望在这石油波动上当中来得利 但是如果假设石油的价格往下走 中国得利 如果往上走 对不对 是俄罗斯得利 对这之间两个是有敲敲板 你觉得在这场的这个石油的 西方讲的这个近于伊朗的石油 在接下来还有半年的时间当中 各国之间的这个盘算 战争这个利益是怎么打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就还是说到中国 这个独头社的这个消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 他们都会说中国是得利者 结果我们得利了三二多年了 我们也还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理论上说 如果伊朗只能把石油卖给中国 那当然中国作为唯一的买家的谈判 价码似乎会变得很好 那这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以伊朗的谈判手段 这个价码也没那么容易烧 我们20美元一筒你们卖不卖 你肯定也不干嘛 第二个问题 这个时候翻脸就不认人了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中国每天从伊朗进口的原油 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原油进口量 我们最大的一个原油来源 是沙特阿拉伯 假如中国和伊朗达成一个 25美元一筒的生意的话 沙特来一句 我不卖给你了 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说 谁说中国一定是伊朗原油进口 出口受限的最大受益者 石油战一旦爆发 中国肯定是个输家 不管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 对于石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且对外进口的能源 依赖度也越来越大 这就决定中国的经济很脆弱 就是对外部的石油会很脆弱 那么中东地区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油价就会上涨 所以石油涨价对中国肯定没有好处 石油市场如果发生动乱的话 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罗伦斯也许会从油价的上涨 得到一定的好处 但是其他方面 从整体战略上讲 不一定 实际上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中东人这个经商的理念 在中国人比方说 我买你一斤的油 你给我全价 我买十斤油 你给我百分九折 在中东可能 我买十斤的油 给你 是全价 买一斤的油 才能打折 因为它的打折越多 它吃亏越多 事实上 一月份 中国跟伊朗 就伊朗面临着 马上在石油进行情况下 中国想压价 伊朗不同意 中国从伊朗石油进口 就已经减少40% 他就是伊朗 我宁可不卖 我也不会便宜卖给你 这样呢 在伊朗这个 这批石油出口 短缺的情况下 其他的国家的石油 就期货可居 那好了 那他就有了 台价的这种能力 就是说 中国把伊朗 全部的油 都能弹下来 买了 便宜也好 原价买也好 你承受的代价 是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对中国的报复 所以里外里 我觉得话 大家说的是对的 中国肯定是要吃亏的 好 这讲到斯乐如乐 就是说在这个盘算之间 中国要考量的 不是光从伊朗的经济上的利益 或者拿到一个 比较便宜的原油价格 而是包括美国方面 美国货币的制裁 你看美国就有压力来了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的财长 盖特纳 他就来到中国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盖特纳 大家都想到盖特纳